欢迎来到新人一放魁 买新的车库电机之前 一定要先测量一下车库门的高度 高度就是地面到外框的顶部 就是这个高度 一般来说不是7英尺就是8英尺 买电机的时候一般都会写 比如我随便找了一个 这里就会写 如果是8英尺的话 就得多买一个配件 也就是个延长线 对于安装来说 差别并不是很大 新的车库电机 我也是特意买的同一个品牌 Gini 为的就是方便 想着如果是同品牌的话 很多东西有可能可以继续用 但是是我太天真了 踩了几个坑 一会儿会慢慢说 而且总的来说 虽然这几年新款的小家电 都已经更新升级了 但材料都偷工减料 我已经换过冰箱 燃气灶 洗网机 车库电机 洗衣机 烘干机 抽油烟机 和换下来的旧家电一对比 我这个外行一摸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现在的家电 它的材质就变得非常的轻 非常的薄 和之前的家电 明显有非常大的不同 车远了 开箱了 得到这些部件 数一数别少了 还有这几本说明书和保修 这里是所有的零件 也数一数别少了 那么首先开始组装电机 从这几个袋子里 找到这几个部件 按照这样插进去 接着找到这个黑色的部件 插进去 方向别错了 拿起剩下的管子都插上 在袋子里找到这两个部件 在末端都套上 找到链条 有两个头 一个黄色的 一个银色的 黄色的头 先开始从这头插进去 然后还要穿过这一个carriage 银色的头 穿过另外一头 从这里的这个袋子里找到这个零件 这头写着door 就是要拧进黄色的那个头 注意别拧太紧了 因为两个头都要连接 所以一头别拧太紧 用手基本没有问题 力气小的话 可以用俩扳手 最后拧完 确保链条没有太松 不会荡下来就行了 OK 再移动一下试试 没有问题 然后在这个袋子里找到四个这样的螺丝 用套筒把四个螺丝这么安装上去 没有套筒的话用扳手 最后一个零件了 这个黑色的波罗头 加两小螺丝 安在电机上面这里 用的是十字螺丝刀 那么电机就安装好了 现在插上电源试试能不能运作 这款的操作方式是长按上或者下按键 直到蓝灯常亮 然后闪 松开按键 然后再按一次上下 就可以启动了 没问题 可以运行 然后大概笔画一下 看看能不能按照原来的尺寸装回去 结果就踩了第一个坑 发现新的电机 它变短了 这个框架的位置 现在太远了 够不到电机了 为了更清楚的表达一下 对比一下新旧机器就很明显了 末端那头都对齐了 那么按理说机器这头应该对齐的对吧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的机器它更长 另一条的末端会更远 大概长这么多 所以需要把房顶上的铁架的给拆下来 往前挪个6inch左右 才能够到新的电机 所以现在的家电基本的缩水 你看要么变小 要么变轻 要么变窄 想着法子偷工减料 更加明显的对比是安装支架 你看上面是老的 下面是新的 新的不仅窄 而且孔也变少了 移动框架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打在stud 梁上 不然吃不住力 这个车户道是很方便 已经清楚的把梁给标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些白色的点 就是梁 你把它连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根梁 是垂直于门的 或者你有stud finder 你也可以直接用stud finder找到梁 如果你没有stud finder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可以像我这样用吸铁石 在天花板上找吸住了的话 它就是一个钉子 钉子的话是肯定打在梁上的 参量好合适的距离 把框拆下来 往前挪重新固定 用原来的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就是一种特别长的 底下是尖的 先用钻头打一个孔 然后再打螺丝进去 然后如果梁子不够高的话 放一个箱子 把机器拿上来 对准看一看框的位置 对不对 最后再用水平泥泥 放在这个杆子上 确保整个机器它没有斜 位置确认好之后 就把电机安装好 插上电源试试行不行 没有问题 如果有需要 这个部件也要换 先这样拆下来 我这个是因为新的卡扣太粗了 你看插不进这个旧的 换起来也不麻烦 现在就按照旧的样子 摆放就行了 老样子安装回去 再和链条这里连接上就OK了 框在这里加一个条 加固一下 不然会摇 最后是连接这些电线 由于是同一个品牌 所以大概率 我猜可能是通用的 所以我就直接先连上电线 看看能不能直接用 这是连接好之后的样子 新的它只有4个孔 但也没有问题 按照说明书 把线都连好 门的感应器 所有的正级都连在1 所有的负级都连在2 3和4是墙面开关的 正和服 连好之后 门的感应可以亮 墙面的开关也亮 那么试一试 墙面开关 能不能使用 能开 也能关 那么这两个我就不换了 如果你要换的话 也不难 你就拆下来 旧的换上新的就可以了 可以用原来电线 如果你的电机 没有这些原来的电线 那你就得多一步 排线的步骤 我个人认为 这也是可以自己弄的 不是非常难 安装上灯罩 最后找到这个拉手 一头打一个接 另外一头 系在这里就行了 还有俩遥控器 设计也很快 你可以找到机器 这个Reset button 长按一下 右边的会先闪一下 然后左边的会一直闪 这就进入模式了 然后遥控器按两下 最后再按一下 那么就可以启动了 完成 那么下次再见啦